我即用识念技术 则全新力量失于一生 我号 虽欲希望地步侠及 此色心念活之究竟妙法 在习 同净土者尚未难及 以人跟上帝不需如此 便能归依故耳 光以心难制服方式此法之妙 该与世以念 非率而欲 非率而欲说 愿与天下后世顿根者共知 令万能修万能去尔 到这一段 为什么我这一次要直接把它念完呢 因为我要讲的是 我们之前还没有发现到的 还没有 这个感染到的内容 因为呢 所谓如果游泳光 是什么呢 是业障特别重的时候 忘念业障 什么叫做业障 就是忘念 但才知道 如果你没有报念 你怎么会有业障 你说 恶念杀盗 淫忘 我恨你 甚至呢 有的是愚痴 我痴痴的等着你 那个都是业障 为什么呢 人家是要抛弃我们 我们还吃吃着等着他抛弃 那不是傻瓜吗 所以 这些都是很多你都搞不清楚状况 这一件忘念 才是业障 为什么他是业障 他折磨我们 他折磨我们 甚至他让我们呢 会得到恶报 或者呢 会容易生病 你看 你生气的人 会怎么样 生气的人很容易生病 我曾经就看不过 一对夫妻吵架 这个爸爸骂妈妈 妈妈被爸爸骂 被骂之后呢 妈妈请小孩平礼 然后呢 小孩三个来平礼 平礼的结果是 妈妈对 爸爸错 所以呢 妈妈家三个小孩 一起来供爸爸 爸爸被供到心脏病发作 听起来很好笑啊 那个时候 我已经学过了 我本来 那个时候 学习习的不好 在看电视 看到我呢 愿意把电视关掉 听他们到底在吵什么 因为他吵得太大声了 我就听到爸爸说什么的 你们你们这几个兔崽子 我把你们养大 你翅膀硬着 帮你们妈妈 我每天早上 不别晒起床 我去菜市场 搭那个帐篷 搭菜市场有一支帐篷 就是那一种工作 很辛苦 我那么辛苦 培养你们 那么去读书 现在长大了 从大学了 大专了 现在联合你妈妈 还欺负我 我白杠你们了 你们这些兔崽子 一直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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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到他就要有办法骂 一个多小时 然后呢 我就听到 哦一哦一哦一 不然了 什么事情啊 听到他们说 爸爸你怎么了 哦哦 到兵八座 中区医院 中医医院之后啊 隔了几天之后呢 都没有看到他爸爸回来 我们就问 那个 他说我隔壁而已 就问 哎你先生怎么了 那天你们吵了什么事情啊 就讲我先生 他真的很不讲理 你知道五三个小孩啊 你提我讲话 又说话 结果人哪知道 我们怎么会知道 他会 气到心脏病发作 他从来没有心脏病的啊 他从来没有心脏病的啊 我们怎么可能 我怎么知道 他会心脏病发作 如果我知道 他心脏病发作 我们就不会在那天 一直跟他 跟他顶嘴嘛 所以 这也是我们 没有想到的事情 好了 又隔了一两个礼拜 那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之后呢 结果呢 什么结果 妈妈带着三个小孩离开 他爸爸说什么 我养你们 你们吃我的饭 吃那么多年了 翅膀硬了 好 你们行 你们搬过 搬出去做 从此以后 断绝来往 你看生气会吸到这样 我们从此以后 恩断义绝 你们全部搬走 我离开自己啊 养你们就好了 至少那条狗啊 比你们都好 他们家可以挑狗 大 可是狗还不会自己爬外 你们三四个自己爬 你们走 结果你们知道 他走了以后啊 其实那个是气化 所以生气啊 没有好事的 我告诉各位 你喜欢生气啊 你倒虎吃吧 你 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一心的头上不动 真的全家都搬走了 剩下差点 我就看到 他每天下午才出来 从早上到下午都不出来 出来干嘛 六个狗 好可怜啊 老人与狗啊 好可怜 我们也搬不上什么忙 能够帮什么忙呢 结果你知道吗 他的心情啊 一定是很恶劣 不然怎么可能说 家人搬离之后 他只有一个半月就死了 只有一个半月就死了 我跟诸位讲他怎么死了 吉利死了 千万不要生气 然后你会讲的 法师谁喜欢生气 是啊 谁喜欢生气 对吗 但是呢 你会生气 因为没有智慧 不然干嘛要学佛 干嘛要念佛 就是念这个 把生气的原因倒出来 原来是一场误会 其实生气的原因倒是自己 自己的那个生气的习气 没有对峙 这个不要搞错了 我们现在呢 跟他讲 跟大家讲 那些念头啊 那些恶念啊 把我们害死了 其实不是 但是我们还没有得意的时候 是这样讲 但是如果你得意了以后就不一样了 得意上都要倒过来讲 你怎么讲呢 感恩 变感恩喔 感恩 烦恼 你会变成感恩 你会变成感恩烦恼 为什么呢 烦恼 他是一个呢 他是一个呢 专门在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哪里还不足 哪里还有恶 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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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告诉我们 就好像我们考试一样 你看 我们小时候数学老师 发考卷 发考卷 你考不及 看 然后呢 你才知道 你数学比没有学好 然后呢 再发考卷 再考 再发考卷 再考 考到底及格为止 对不对 烦恼就是来考试的 没有烦恼 你怎么知道要用功啊 所以 我们往往呢 遇到烦恼生气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们修行的过程中 我们解决了多少烦恼 你解决了烦恼之后 你就发现 啊 烦恼几乎你 你会知道 烦恼就是乎你 因为你转过来了 你会看到佛扑上讲的 你就开始跟感恩之心了 你搞错了 误会了 一切境界都是 帮助我们 成就道业的佛扑 他是在帮助我们 成就道业呢 这个我们要 你过关之后 你就会看到 所以呢 我们讲 忍者无敌啊 人忍 真正的人忍 是要 烦恼 要感恩 烦恼 他如果有烦恼 都能够感恩 他有什么忍 没有办法感恩呢 什么样的人事物 没有办法感恩啊 因为所有的人事物呢 都有可能 产生烦恼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 烦恼是帮助我们来用功的 帮助我们来提升的 你就会感恩烦恼 加烦恼 加烦恼大 如果你明白 烦恼都可以变成感恩的对象的时候 还有谁不能感恩 这是什么 这个就是大方广 大方广佛华 这个境界 我们现在呢 挺起来好舒服啊 哇 烦恼可以变破不差 烦恼可以让我感恩 可以让我做到一个忍者无敌的境界 但是 考试卷还是没考成型啊 你不能说 好 烦恼可以 看一切众生皆是佛佛上 但是呢 我忘记后面一大堆 要入境界 没有 那没问题 一定要考试卷 一直考 一直考 考到你过了之后 你才会知道的 烦恼是帮助我们成就的 我们今天没有那些烦恼 我们还需要修吗 用于修了吧 要修什么 所以我们要知道 在逆境当中 你能够成长反而快 但是呢 你也挺得住 什么叫挺得住呢 你有办法降服反而 你有那个方法 我们现在修行呢 是比说大家大概 你要去听听都会 听到一些些 但是啊 方法没有 有什么方法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要断热啦 谁不知道要断热 我们要修善啊 谁不知道要修善啊 我们要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人 做好事 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呢 如果让我呢 损失一些东西啊 不免贪 没损失 有利益 好 存好心 说好话 做好事 做好人 如果让我损失两百块 嗯 不要 不要 呵呵 对不对 或者呢 如果让我呢 七天来磨藏 不要 所以呢 我们就要知道呢 我们往往啊 啊 往往我们愿意修啊 修不来 什么什么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些恶念在做怪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五一六成 贪嗔吃饭的那些念头 在做怪 就是因为他们做怪 害了我们呢 很多好的事做不来 很多应该要感恩的人 没有去感恩 很多应该呢 要报的恩 没有去报 为什么呢 不是我们这样做好孩子 不是我们这样不想当好孩子 学生 啊不是我们的 嗯 贸恩负义 不是的 谁喜欢做贸恩负义的人啊 都是因为那些恶念 奇奇怪 让我们的没有办法 知恩报位 大家去想想看 比如说 我们金虹老法师 被我们好不好 好啊 天天讲金讲的不是 昨天劝我们要回头 你看 我二十六岁接触查老人家 我都四十岁了 十四年了 常常想啊 他都八十多岁了 全世界到处坐飞机 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他吃饱没事干 坐飞机啊 他都是为了众生 到处 讲经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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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就是看到众生 还没有回头啊 劝啊 劝啊 你要乖啊 要听话 要回头啊 你不回头 恨苦啊 要认真念佛啊 这不就是天天这样劝吗 我们也知道啊 我们也不想辜负他 扰人家的苦婆婆心啊 对不对 他有时候为了自众生下跪耶 这个不愿意 这个不愿意 不能跟你们讲而已 他为了自众生下跪耶 跟人家求 求求你啊 有好多眼泪这样子的耶 为什么呢 不为了众生 希望众生能回头 你看看 结果呢 很多时候还是 踢到铁板了 真曾经度众生 众生还嫌他 但是呢 众生嫌他 有的众生没有嫌他 他必要再无法 如果大家全部都不要他 他就走了 没缘了嘛 那现在呢 还有很多人想要听他走 所以他必须留下来 因为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义 这是信啊 这个呢 不用再另外解释了 因为本来的信就是这样 纯净纯善 本来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就要知道呢 我们 没有人愿意去做万万福利者 也没有人愿意愿自甘做罗 重点在哪里呢 我们一直找不到好方法 这是事实啊 谁不想用功啊 谁不想得利啊 谁不想利苦得乐 所以呢 我们可以体会到 游泳旺波这一句经文啊 你可以体会得到 谁没有游泳旺波的时候 有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无量节来到今天的习期 想休息 但是呢 他止不住啊 那么这一类的 这一类的念头是什么 什么人最多 三途众生最多 六道的合理中 三途众生 恶验 都是这一点 那你就知道啦 这是 那个十念法在救什么人啊 就是救那个呢 无海无渊的众生之法 所以呢 你看 如果游泳旺波 即用十念祭祀 则全心力量施于一身佛号 讲到的祭祀啦 我们之前是讲三个清楚 口念 心念 耳听 都清楚 就已经忘念之息了 对不对 那现在永永忘不过呢 那个业障很重的时候 也就是说呢 有很多动生的 他那个根性太困了 他以前造的业太多了 他熏悉的污染太严重 太严重了 所以呢 他不是不想救 他不是不想离得的 实在是太难了 那么 有没有救 还是有救 是这个意思 还是有救 只要你再加上十念祭祀 只要你再加上十念祭祀 就可以了 就能够把你这个无量节 过三途 造恶业的那些恶念 一次把它洗 十念法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平常 所以我们平常 担得清楚 就已经可以解决 忘念了 那么再加上十念的时候 是因为 业障太重了 所以呢 再加上十念法 再加上十念法之后呢 主师就告诉我们 怎么样呢 他会告诉我们 你不要再加上十念祭祀 你自然会达到全心力量 施于一神佛号 你就会变成这样 所以我们如果加上十念 你三个铁铁铁加十念 你的心没有完全灌固在佛号当中 那你是不如法的 你一定有不如法的地方 你一定有很多地方没有搞清楚 不然的话呢 在这个时候呢 你只有阿弥陀佛了 肯定只有阿弥陀佛了 这个时候呢 你自然会达到全心力量的灌固在佛号当中 所以呢 当然 这一些恶念 他可能要继续起来嘛 但是呢 底下讲 虽欲与期望 必不辖起 主师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啊 这一些恶念 就能够降服了 肯定降服了 所以呢 主师后面呢 就讲了他心的 他学习 这个十念法的心得 他这个心得啊 讲得非常的真切 他怎么说呢 啊 只设心念佛之究竟要法 意思就是这个十念法呢 是想要设心念佛 最究竟的要法呢 我们讲究竟 什么叫做究竟 大家知道吗 究竟法 就是能够解决问题的 叫究竟 解决不了问题 叫不究竟 那什么叫做究竟法呢 我们知道成佛 成佛必须要把妄想分别之佛 全部把它灭掉才行 对不对 你看 佛在大方国 佛华人经常有讲啊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 是未得下 但以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的 所以呢 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 把它处理好了 那就是究竟法 所以什么叫做究竟法呢 能成佛叫究竟 不能成佛就不能究竟 能成佛的法叫究竟法 不能成佛之法 不算究竟 叫方便法 所以我跟诸位讲 念佛法 是你这个三个清楚的做到 加上了 如果业当很重的时候呢 你再加上十念清楚 就保证成佛了 这叫此色心念佛之究竟法 如果念佛不究竟 那算什么究竟法 如果念佛不能往生极乐世界 那算究竟法吗 所以 把这文词啊 稍微的去 已解 你就知道 此时念法 唯念佛设心之究竟法 念佛设心要干什么 啊 就是要达到 诸色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佛议 十佛议 就是要达到呢 十念毕生的效果 那还算究竟法 也就是说呢 十念法 那 待着心土加基础 肯定可以到我们的 待遍往生 就是这样的 待遍的 我们常常讲 随便消就业 莫更造新娘 什么叫做就业 就业就是我们的念头里降服不了 要 要就业 比如说去年 说去年 大道以后还很多 今年 今年还有一年点 那有没有就业 有 还有就业 那就是叫做 啊 那个就业就是